瓷磚翻車現場 過腳石覺得太醜了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凹槽 大家好,我是目前正在裝修50年老屋的韋韋 如果你剛好近期有規劃需要翻修的朋友可以看看 這一集主要分享的是瓷磚 不論是房間客廳要採的地磚 還是外觀看得到的瓷磚 統統都會在這一集裡 這一邊做好牆面隔間的同時 我們之前就已經提早到瓷磚店裡面去挑好瓷磚 由於現在行期時間都拉的比較長 建議大家如果有要翻新的朋友 瓷磚一定要提早挑 避免酒後延誤 好了,那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的瓷磚是怎麼樣挑選的吧 因為我們找的是銅包 通常銅包都會有熟識的瓷磚店 他們就會帶你來到瓷磚店去做挑選 它就是一個綜合型的店 所以通常產品的類型不會太多 大部分都是通用款 也就是比較多人使用的款式 當然我覺得來這種瓷磚店挑選瓷磚有種好處 可以盡量的到處試採跟試摸 其實我之前有考慮過塗料 比方說微水泥或是盤多摩等 但是由於現在的一瓶造價太高 我們的瓶數比較大 所以我只能放棄考慮 我這邊其實對於瓷磚沒有太多的要求 客廳的話我們家的習慣都是打赤腳 所以我希望它是豪彩 不會反光 瓷磚幾乎都是使用無任何反光面 那我希望呈現整個房子啊 是看起來非常大尖的 所以我選擇那種很大塊的瓷磚 縫隙跟瓷磚是差不多相似的顏色 也有一些瓷磚的收編 以由於我們需要挑選整棟房子的地磚 以及表面的拉皮 共高達13種不同的款式 今天來啊看一下那個我們的施工場地現場 然後就發現到師傅正在貼瓷磚 宋支揚 crown 這是我們的廁所的瓷磚 一樓的廁所 反正它就是一個小廁所 那想說弄得可可愛愛的 就是它整個就是義大利的進口瓷磚 然後是收染的 其實我當初啊 就是廁所的固定設定三間 都長得不一樣的顏色 因為我想說方便我可以拍照啊 會有三種不同的風格 我先給大家看看啊 就是主臥室的廁所 它的瓷磚呢 是這種花色 就比較深的顏色 它可以帶一點點的止花效果 就是它是那種粗糙面的那一種 白馬牌 它的型號啊是 HQ630240 有喜歡的人可以自己炒起來 我們這一次回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廁所在測試防水 那這個防水的測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 它可以避免日後 因為防水不佳 讓水滲透到其他地方 而產生的漏水 今天大家來到的是一個 非常大型的瓷磚翻車現場 那我在這邊啊也發生了一點問題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收邊條 看起來真的很慫 其實在之前挑瓷磚的時候 同胞姐姐就問我 想要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就想說沒關係讓它搭配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風格我真的不能接受 真的是醜爆了 我真的是差一點就暈倒在這邊 完全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一分鐘後我決定要把它們全部換掉 所以我現在只能找一個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收邊條 來取代現有的收邊條 最後我在淘寶找到了一些金屬的收邊條 至少弄上去會比較順眼 顏色沒有太大的對比之外 也比較簡潔 看起來很簡單 那淘寶這家款式多多 還有非常多的顏色跟造型 可以給大家選擇 在瓷磚這個階段 有很多東西都勢必一定要先想好 比方說如果你要使用乾濕分離 就單獨一個鏡片 也需要將一些鑲嵌的五金先做好 就是上次來我就看到這個收邊條 我覺得太可怕了 它變成了那種溫泉浴管 二十年前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從大陸自己找了這樣的收邊條 我覺得質感上是還不錯的 因為從這一面看 它幾乎就是快沒有看不大到 覺得可以蠻好的 今天廁所啊 我之後其實也蠻想要做做看 就是大家所說的美縫 就是這個縫 看可不可以變小一點 因為我覺得 有那個縫小一點的話 質感應該更好 所以我想說 看可不可以自己 來處理一下美縫的部分 從這邊看 那邊柱子的收邊條 真的很不明顯耶 我覺得我選這邊 收邊條還不錯看 就是我想要有點隱形 就是我不要讓這收邊條看得太明顯 然後從正面看的話呢 它是會有一點點啊 但是我可以接受的 反正呢 我大部分拍照都從這一邊看 然後像這個顏色啊 就是會有一點比較 走黃黃的水泥系列色系 就是這一間廁所 然後像我的廁所 基本上挑的都是那種 博產品牌 就是什麼白馬黃三十系列 就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不要貼那種進口磁磚 因為我是看第一眼為主 就是我覺得 顏色漂亮 我就貼這個 我覺得如果是進口磁磚 其實價格貴沒有很多 但是因為進口磁磚我覺得 它只有在一些東西上面 比較突出 比方說木紋 可能它的木紋的拍序 片數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自然 但是我覺得現在 國產品牌的磁磚 其實也不差 看起來很漂亮 那剛剛他其實有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 大陸人講的什麼 美鳳、甜鳳 那其實台灣這邊就是 它那個鳳 可以挑顏色 我一直以為甜鳳 這種東西 就只有白色的顏色 但是它現在很多顏色 就是可以挑 跟你磁磚幾乎很像的顏色 如果是不想要磁磚 縫縫看起來特別的明顯的人 就可以挑 接近磁磚的顏色 我剛剛在樓下有發現到 就是我們廁所的磁磚 廁所磁磚超可愛的喔 我跟你講你不要以為它有長灰 它其實就是故意這樣子 就是很像那種 用很久啊 退色 老闆之前就說啊 這組從來沒有人問過 就只有我們 意思是說我買了一組 庫存貨 那時候呢我原本沒有挑到這一塊 但是因為它在牆壁上 我看起來覺得好可愛喔 想說那就把它放在我們一樓的廁所 反正它就是一個小廁所 那想說弄得可可愛愛的 就是它整個就是 義大利的進口磁磚 然後是收染的 最受到最終的 有錢 在牆壁上的小廁所 就出來 好 BERNAC 來吧 诶 其实房子没有墙的时候 看起来真的很大诶 对啊 你看整个到后面去 看起来真的好大啊 你是说你想要那个界线 再宽出来一点对不对 就是原本的那个位置 到原本的位置 你走道变宽你室内变窄 好哦 那我们跟同胞讲一下 到时候墙壁可能就是出来一点点 对 这样我们更衣室就变大了 那这次我回家距离上次大概是一周 然后这一周其实有稍微小改了一些东西 然后带来跟大家讲 那我刚发现到我们家已经上了外墙 可能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坚持这么多东西 外墙居然没有坚持 其实我当初外墙想要坚持涂料 但是因为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涂料久了 还是会有点问题 或者说几年需要请人家来补一下 这我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但我好像听说是这样 所以我就决定为了一劳永逸 我希望他可以把二丁挂跟他的缝 就是做到尽量是同个颜色 他们也跟我讲说OK 他们就尽量处理 所以我就妥协二丁挂 要不然我真的觉得二丁挂非常的丑 因为每个房子都是二丁挂 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后来我就妥协了这一个部分 那我刚刚进来看啊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 该粉工的地方一楼好像都差不多了 我再来确认一下 对这是我当初很喜欢的一块 对好像粉工了 差不多了呢 然后我们好是多买的特家冰箱 所以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粉工完之后 最近就是木工可能进来估价 然后就差不多要动工了 这就是上次我说有那个很可爱的 异式手工瓷砖 这有一些我们淘宝来的臭烟机 然后干燥机干燥机跟烤箱 微波炉 后面这边好像也把地砖给上了 就是有这种 有没有 它这样子啊 远远的看过去啊 就是它没有一块看起来是一样的 它是那种破破烂烂 做旧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很可爱耶 它是瓷砖 就是这两边 不平均 然后就被我发现了 我想要整个就是很平均左右对称 所以有请他帮我改了一下 这个 我们有做 因为有些人会做那个过脚石 我们就不要过脚石 觉得太丑了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凹槽 这边是放之后的码头 这个是放干燥的毛巾架 电热毛巾架 出来看看 这边是之后我们的 主卧室客厅沙发区 那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 主卧室好像粉宫也差不多了 然后有拉了电 对这边上次有发现就是玻璃装好了 然后粉宫也OK了 然后这边也好了 地板跟墙面 我现在看着灰色的 但是它是白的对不对 很多人就问我说 为什么当初我没有要坚持选食材 因为其实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食材 黑色的我觉得超美 但是因为食材真的相较瓷砖很重 就有人跟我讲说 瓷砖它比较防水 但食材它会含水 所以就是久了会有点问题 然后因为我们同胞也说了 就是他们之前有接了几个案子 也是对方坚持食材 他发现在角落的部分 就有一点开始漏水 就是没有这么好 所以就是一直建议我不要用食材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啦 就是如果你对这方面有研究的话 也欢迎你留言给我 到底二丁挂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或是说涂料还有食材等 因为我看到很多房子 就是它会有很多比方说食材或是瓷砖 跟很多八块瓷砖的一些结合 我就觉得那个看起来很有层次 然后很好看 就是我们同胞一直跟我讲说 就全部二丁挂就好了 然后我当初就想说好 我其实是很想要涂料 然后有点不规则的感觉 他就跟我讲说二丁挂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样子 再把二丁挂的缝跟二丁挂的瓷砖本人 同个颜色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而且防水效果更好 我觉得重点是听到防水效果更好 因为毕竟房子还要住个十几二十年以上 所以你当然希望它防水效果是好的 我不知道这样合不不OK 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有研究的朋友 麻烦你留言给我 谢谢 给大家看看还没有美缝的二丁挂 你知道当初我们的二丁挂有很多问题吗 怎么说 我们原本选的不是这一块 另外一块结果它后来就是 好像是说十月来几月才能开窑 就会等很久 然后所以我们才换一个很相近的 可是它换我们不太一样很好 OK啦我觉得 因为远看其实不明显 其实刚刚趁你不在的时候我偷偷的说 就是万一哪一天我就忽然之间觉得 这房子我可能需要加点东西 就代表我已经觉得这二丁挂点是臭了 希望它可以用起来跟涂层差不多的感觉 对 要看美缝吗 对啊要看美缝 它是说它可以帮我把美缝尽量调得跟它一样的颜色 然后这边就有师傅针对每一个楼层所做的一个瓷砖的表 然后上面有记录我们就是买了哪一些瓷砖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周的装修日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分享追踪我们加一下IG 那我们下一集见 Bye 有人在吃我的麦克风 不要不要你自己睡觉 非常客气你自己睡 啊